好一人转投资副业有赚有赔 播间带你来看到是亏损的这个案例 包含了这位秦阳 已经好久时间没有曝光的 他最近积极要来寻求演出的机会 希望能够重新回到荧光幕前 主要是因为他在过去这五年的时间 陆陆续续的在大陆投资了房地产 却传出了一位合伙人评估失当 结果让他惨赔将近六千万元新台币 让他一度感叹着赚的全部都赔进去了 而面对相关的询问 秦阳则是相当的低调不愿多谈